董明珠是中国著名的女性企业家 她的人生经历充满着坎坷和挑战 在30岁时,她不幸丧夫 而在36岁时,她独自南下开始了一段非凡的人生旅程 尽管她曾经只是底层销售人员 但董明珠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 她坚定地走出了逆境 最终成为了一位霸气的总裁 在面临格力被贱卖的危机时 她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挺身而出 董明珠带领格力闯入了世界500强 此外,她还与雷军豪赌10亿进军新领域 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董明珠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勇气和决心 还因为她善于利用商业危机锻炼自己的强大气场 她还在商业领域中绿筹帷幄 专注于中国核心科技 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商业传奇 此外,董明珠还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尝试了许多不同的角色 包括自我维格力和代言直播做网红 这些经历让她成为了一位极具魅力的女性企业家 也为其他女性树立了榜样 纵上所述 董明珠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女性 她的成功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有勇气和决心 就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